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对以前我们历史上的那个彩桃黑桃 我印象非常深刻 河南嘛 养少的彩桃黑桃 我印象很深刻 那是在中学的时候 到后来我因为对美术有兴趣 那时候只是一种 好像一颗种子一样 对那种有兴趣 我一直想像彩桃黑桃的样子 但是图片不能满足我 那后来我是念了书 然后出了社会 然后走过看画廊 看其他的工艺之后 我慢慢地摸索我要走的路 所以我也写过雕刻 我从小对美术就有兴趣 那时候美术是喜欢画画 但是我那个时期 是因为大家就做生意嘛 经过你看那个六十年代 那个前什么烟角木 那个时代 那我爸说当然是要学商 所以我是念国贸的 所以这个时期是 就是在我年轻小的时候 对我影响最大还是我家 最后呢是因为我结婚以后 我先刚好他也是学艺术的 那我们有自己会到像屋宫啊 画廊啊或一些工艺店去看东西 那我也一直探索自己的兴趣在哪里 当然启蒙我应该说是我自己的先生 因为他带我去看这些工艺品 后来刚好那有个蔡隆柳先生 他是我的老师 然后我就有机会跟蔡老师 我是他第一期的学生 所以我就学了陶艺 所以最后我是一脚踩进来以后 就走不开了 那我的作品呢说是比较搬放到 可以说是比较粗犷了 因为我喜欢美术 所以我把那个作品 你看我的作品都比较大 面积比较大 我可以比较方便 左色就是上右 因为上右太小以后 那个右色好像施展不开 那我就把面积放大 然后做成右色可以代替绘画的本意一样 所以我的作品都比较大而粗犷 然后就把面积放大 反而思想是可以不可以在陶板上去處理像繪畫的方式 但陶板是比較平面的 沒辦法流動 那我後來就想說在容器上做大 然後當然使用是無法使用 說實話這個使用要搬動也很難 你本身就很重 再加上一些裝下去的物質也好 或其他東西也太重了 所以變成一種觀賞性的比較多一點 我的作品是往這方面發展的 我的作品裡都有分好幾類 對 像剛開始的時候 我做了一系列的大綱 那當然我這次展覽我沒有展出來 那是在比較早期的時候 因為大綱它的面 它可以裡外都可以讓我施展出來 然後後來呢 我是做了一些的洞系列 洞系列就圓形比較多 圓形的話因為它流動 或它的面的廣度也比較大一點 那我還有做了一些情人系列 我的行人系列是因為我喜歡旅行 我出國去看了很多世界各地的人物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 那以前我們念書有念過心理學嗎 對人的觀察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就把人就放進來了 所以我在後面有一些的行人系列 就是因為我在旅行中看到很多不一樣的人 所以我就會做行人系列 甚至於我還有一些像這個花樣系列 我就分成很多 系列在走 在過程裡頭 有些人問我說 你做什麼 我做了四十幾年 那四十幾年裡頭 我說你創作會不會枯竭啊 我覺得不會 如果我可以 我現在三十幾歲 我多好 我有很多很多的那個夢想想實現 所以呢 哇 可是歲月不饒人 一走就是四十幾個年頭 但是做得很開心就是了 我最後的那個是花樣系列 對我來講是比較 當然也是最近的比較代表作 用花樣系列我是受到一個美國藝術家 有個女性藝術家 我去過 在那個西 美強 那我喜歡它是 它以花為主 但是我的作品 我不是從它那邊 我是從海洋生物的珊瑚 它有一種珊瑚在海裡頭 在挪動 在進化 那之前呢 我是在朋友家的那個 影片裡頭看到 一看的話 我覺得很驚豔 那個珊瑚 因為珊瑚很多種 它有針狀的 有片狀的 我就覺得 那種給我感覺說 我可以用這種來創作 還有就是 我有一個布衣系列 那個就是 從一些的原住民的圖童裡頭 我去採集的 像年輕的時候 一些年輕嘛 精神比較旺盛 各自先生兩個人 就騎摩托車 到我們台灣的各個組裡頭 去探訪 我們想說 從那裡找到一些元素 所以從原住民那裡 我又找到一些元素 那個我稱為布衣系列 那至於說我的東西 是比較無拘無束 是因為 我真的非常喜歡旅行 我以前 我一年一定要有兩次的旅行 一個是春季旅行 一個是秋季旅行 這個旅行不是像大的團體一樣 以前還沒孩子的時候 就我跟我先生 我們就找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我們就出國 一個禮拜 我們就到墾丁 那時候墾丁 那時候墾丁不像現在 我們就住在那個 以前有個四重溪 那有溫泉旅館 我們就住在那邊 然後騎摩托車出來以後 就附近兜啊 然後看海看山 然後如果是秋季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到那個金山 金山有個活動中心 所以它那邊有個亭桃村 也是我們常住的 我們一住就是一個禮拜 把車子開到那邊 我們就租個腳踏車 然後就一個禮拜 看山 看海 看石頭 所以有很多東西 因為我創作呢 就是完全從旅行中 沉澱 看東西看出來的 所以比較無拘無束是 比較沒有受到市場的影響 說實話 除了我爸爸影響我之外 我先生是影響我最大的 其實我先生是學醫院 那他的眼睛呢 也非常的sharp 就是非常的銳利 那他常常都有很多東西 你還沒看到 他眼睛一瞄 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們會在 常常在Bench中 就是起摩托車的Bench中 看到一個有趣的事情 甚至於我們會回頭去看 尤其看那個美麗女孩子的時候 男生嘛 都喜歡 那個好漂亮啊 我們去看 然後我們就回頭 摩托車一轉 我們就回頭 其實 當然作為一個女性 雖然會有點吃醋 其實那個吃醋 不是真正的 只是說 我們看他的五官 哇 他的鼻子好立體 他的嘴巴那個翹起來很好看 就是說 我們最美的事物 我們去追求或去探討 就是 心聲也愉悅吧 對我來講是 影響很大 我從來就是喜歡繪畫 我是受我爸爸的影響 那 那個表面的右色呢 就像我的油彩一樣 那陶的表面呢 就是我的畫不一樣 我用這種方式 這種理念去呈現它 至於就是說 我怎麼去採集它 怎麼成立我作品呢 那當然 我有很多的癖好 就是說 在那邊找一些 好像很特殊 人家不要的東西 那天有個朋友來 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來 他一看那個 那裡有一片木頭 這個木頭上面有一些紋路 他以為是桃的 我說不是 我說那個是一個 木片 我到竹山去的時候 我去 去玩 然後看在地上 就馬路上 人家一個木頭丟下去 丟下去 我看好好的 我覺得很有趣 我把它 翹起來分開 一看 那自然的紋路就呈現 是我一個創作的一個 全員或來源之一 我想 工作室是因為太小了 不像一般的說 我好好陳列 那我們東西就比較大 那也沒辦法 就是說 像人家好好的 有陳列室 那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工作室 可以蓋得更好一點 然後有工作室 有陳列室 甚至還有一個 就希望有 一二三四樓這樣可以 讓我自由地去呈現 不會像現在 我現在算是一種堆砌 就作品做好以後 就擺在這裡堆砌一樣的 就比較沒有特別去安置它 就比較沒有特別去安置它 是很重要的 是健康的 但是我做成功是 在這裡的 孩子 如果我會做成功 每天都會做成功 這麼大的 你會做成功 可以做成功 一個不做成功 有時候會做成功 你會做成功 在工作室來找我 尤其是我死在工作室 我就是愛他 我愛陶 可能這一輩子是我的職業 那我可能就是 即使人生到最終吧 當然你除了神筆沒辦法動 那太痛苦之外 我在最後一口氣 我大概手上還捏得吐